我們現在爬到第三個階段 好像這一段沒有扶手 你就是這樣一爬 不能往上看 就是注意的每一步在爬的 做父母親的也就是如此 每一天好像就是過一天 陪著孩子 功課 課外作業養育他們照顧身體 我們繼續要往上 這是所謂的高中 然後繼續大學的階段 我們終於走到了這個最高的階層 這好像人生的孩子的養育的四個階段 從小學初中、高中、大學來到這裡 做父母親就是要幫助他們一層一層往上 當然有許多的父母親 我們說我們最低的對孩子的要求是能夠完成大學 那大學之後也有其他的更深造的機會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人生的成功 我們對我們很多父母親來講 第一個是教育優先 也提醒我們這父母的如何 我們繼續幫助孩子 然後也不讓他們不放棄 不氣餒 然後繼續的往上 人生確實就是學習往上 然後不因著這個失敗 然後就放起司 多ruk位 在那孩子 廣告 加起